您好 欢迎来到华氏会客室 我是黄兆辉 您喜欢看漫画吗 说起台湾本土漫画 很多人都会想起 辉煌的1980到1990年代 当时的台湾漫画界人才辈出 包括被称为四大漫画才子的 毛又翔 蔡志忠 朱德庸 萧妍忠等等 他们的作品不但筷智人口 风靡全球华人世界 后来都陆续获得 台湾漫画界的最高荣誉金曼奖 2020年的金曼奖特别贡献奖 就颁给了至今仍然持续创作的 漫画家萧妍忠 萧妍忠知名的漫画作品 包括童话短路 旧情绵绵以及笨贼罗筐等等 1984年他参加报社举办的 全球漫画大擂台 赢得第四名 才20岁就正式踏入了漫画界 年纪清新的萧妍忠 也和当时已经是 剧场大师的李国修 共同创办过剧团 主持过电视节目 当过演员歌手 更在2017年自创 《指剑画派》 萧妍忠被誉为 台湾单幅漫画第一人 最知名的作品 《童话短路》 在1980年代 曾经创下50万本的销售记录 今年1月 萧妍忠李群剧场好朋友们 为了替李哀的他加油打气 特别合作演出了一部 音乐情境喜剧 穿插着所有在漫画 童话短路里出现过的 童话人物 一起演绎萧妍忠的人生故事 今天节目一开始 就带您透过这一出 童话秀斗秀 更认识萧妍忠的漫画之路 演得那么辛苦 你们看 萧妍忠只要你一个画面就搞定 舞台剧演员生动地诠释 漫画家萧妍忠的人生故事 背后荧幕上映衬着的 正是他的成名作《童话短路》 一幅幅漫画 传达的都是萧妍忠绝妙的点子 也是读者们难以忘怀的欢笑 萧妍忠从1984年开始发表漫画 1985年出版让他一名惊人的 《童话短路》漫画集 当年创下50万本销售记录 外界将萧妍忠和敖又翔 蔡志忠以及朱德雍等四位漫画家 合称为台湾四大漫画才子 其中萧妍忠的创作形式 和大家不同 他专门画丹佛漫画 被誉为丹佛漫画第一人 丹佛漫画要画不简单 因为你要在一个画面里面 就要把所有事情的角度 还不容易致 那就要靠你幽默的功力 比较用幽默呈现的 丹佛漫画作者 他算是代表性的舞 他的书大概都会在一两年里面 大概会达到10万本左右 灵感源源不绝的萧妍忠 知名作品还包括旧情绵绵 疯狂日记 笨贼一箩筐等等 其中笨贼一箩筐 还是台海两岸合作的第一部 漫画改编3D电影 西元2000年左右的中国 正吹起漫画风 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推出 大型的漫画造证计划 萧妍忠是台湾漫画家当中 第三个前往中国出版作品的 萧妍忠算是很早 其就有一种往国外规划的 80年代起来这些漫画创作者 除了在自己说故事 给这块土地的人在阅读之外 其实好几个作者都有具备 往外开拓的热情 跟雄心壮志 近年来萧妍忠把重心转移 回到台湾 本来就喜欢单纯画面的他 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传达意念 萧妍忠积累30多年的漫画功力 在2017年创立指剑画派 力求将画笔凝裂于手指 欲指如箭挥洒自如 结合中国武学和禅学 让一股气贯穿整幅画面 最终文妙微笑汇集出 著名人物最有代表性的一面 在2019年的指剑画派 禅舞画展上 已经发现自己离癌的萧妍忠 这么说 大家的机会平等 我就乐观也对 那有这个画展在 那我的精神力我想 会支持我一直走下去 虽然以漫画家身份最为人所知 但是萧妍忠兴趣广泛交友广阔 在娱乐圈和演艺界 累积了好人脉好人缘 今年1月初 好友们为刚刚动过 肿瘤切除手术的萧妍忠 制作演出音乐情境剧 童话秀斗秀 把他的漫画和舞台剧作结合 再加上好友陈生的歌曲 为萧妍忠加油打气 首演当晚 戴着口罩和帽子的萧妍忠 静静出现在舞台下 看着好友们卖力演出 背后趁着一幅幅 看似简单 却带来过无数欢笑的漫画 萧妍忠仿佛下定决心 要让自己的精神与活力 透过不间断的创作 继续下去 华视新闻王浩 蔡长刚 专题报道 老师好久不见 我们知道您1月 才动过一个手术 那目前复原的状况 看起来都很不错吗 还好 今天看到老师气色很好 那我们知道您是1年半前 枕断出罹患大肠癌 对 但是就是我们非常感动 是看到您一路以来 创作都没有间断 是 其实首先我觉得 我的人生是一个任务型的人生 那我觉得我剩下就是应该来画画的 所以即便是碰到生病 我也觉得说 应该要继续地创作下去 而且更因为是碰到这次比较大的毛病 特别珍惜时间 就觉得还没有写完的作业需要提数 去把这些作业做完 其实大家都鼓励你 生病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态度 你的心情 要开心 要乐观 但你面对那么多的不舒服 你怎么去快乐 它应该有一个遵循的方向 那如果你把它设定成 你在创作会快乐 那是你最简单可以得到的快乐 那一切都变得比较顺利 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老师 这一路以来的漫画的历程 您在20岁非常年轻的时候 1985年 作品就登上了中国时报 那个时候台湾其实就只有两大报 中时跟联合 您就占据了其中一家非常重要的版面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您这么年纪轻轻 就可以让作品登在报纸上 其实是运气 因为我是立志的很早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写我的志愿 就是要当漫画家 那一路长大 其实这个志愿没有变 高中毕业的时候 觉得自己该独立 那当了两年的赏金猎人 那时候就看到了时报 在征求征稿 就办了一个全国漫画大擂台 那当时也不明确地知道 其实他办这个比赛就是想要挖掘一些本土 原创漫画家出来 是冲着奖金去的 那时候时报的主编是评审之一 那他就非常喜欢我的作品 所以因为这个比赛就跟我约了稿件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就成为漫画家 是 所以这位主编 其实是您生命中很重要的贵人 那我们知道您当时其实是第四名 但是他跳过了前三名 直接来找您邀稿 为什么 我也没有觉得我是第四名 我觉得我是第一名 但是比赛它就是主观的 所以评审怎么判你一点办法没有 但我觉得对自己的创作有信心 所以您当时有问过他说 那为什么前面三个你不找我 你点头就好问那么多个吗 是 我们今天其实请到了当事人来 我们来帮您问问他 为什么他当年跳过了前三名来找您 好不好 我们欢迎这临终大哥 对 我们没有跟萧老师说 有吓到吗 是 是 是 就是 我们不可以拥抱这个 要保持距离吗 是 两位请坐 气色还好啊 托你的福 是 刚刚有听萧老师说 林中哥是萧老师生命中的贵人 为什么您当时慧眼是英雄 跳过了前三名 直接找第四名的萧老师 其实漫画代理台我自己也是出审委员 所以我在第一次审的时候 看到他的作品我就眼睛有一亮 如果我是决神委员的话 他就不是第四名 当时他才二十岁 他的作品里面有哪些元素特别吸引您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二十岁 因为那时候绝对是是是是迷风的嘛 他的作品我还记得 这点记忆应该是不会错的 他作品叫做四四对不对 四四是儿童节 四月四号儿童节 他讲一个儿童的悲惨的故事这样子 那可是他很有趣的是那个四四 那个四围起来的里面的那个不是一个而 而是两条直线 换句话说看起来像是一个被禁锢起来的栅栏 就小孩子是被禁锢在那个里面的 我对这样子的题材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当时几岁 我觉得那个题材很有社会批判性 然后他当时的画风跟童话短路 你完全想象不出来 当时的画风根本就是小正问 我以为是正问来投稿 我觉得这个人他有想法 他的题材很有趣 他的画功很好 所以当萧远中提了他的 当时还没有叫做童话短路的时候 那个案子到报社来找我的时候 我们就go ahead就一直弹下去 然后最后把名字弹出来 把怎么看灯什么什么 就一步一步弹出来 这段 没错吧 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他是当事人应该没有错 是 您想象中的是什么 没有 因为我就第一次见面 他我就想说我竟然见一个大报的主编 那我就很兴奋了 我就碰到他 然后他非常的和气 就像现在一样 我那时候三十岁而已 对 然后他告诉我说 有没有兴趣来开个专栏 就是用一副很轻松的语剂 我天哪 这是一个漫画家的位置 你竟然好像聊天似的就把这个工作赋予我 我说因为我们九才若渴 你来了 我说当然愿意 当然愿意 然后他非常棒的是 你想画什么 他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框架 你想要开什么样的专栏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看我大师兄 然后又想再画《乌龙月》 我就觉得四个漫画已经有人画了 那我就不画四个 但我觉得报纸上 单幅漫画没有人开过这样的专栏 然后我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画单幅 他说可以 然后那题材他说你自选 然后就这样 但是他说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约理要交稿 结果马上就开始约稿 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要补充一下 我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郑林宗是他的贵人 或是他的伯乐 是当时哪个人身处在那个位置 他都会是孝林宗的伯乐跟贵人 他后来这些作品里面 您有没有觉得我真是找对人 其实《通话短路》 那整个过程 合作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愉快 所以我绝对是找对人 我当然要 真的要感谢我的贵人林宗说 他真的给我精神上很大的支持 其实《通话短路》 那时候疯狂受欢迎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邮件 比如说你有一些老学就 就信件就寄来说 你侮辱中华民国的古生先贤 你一个罪当厨师 然后应该被拖去枪笔 是哪一幅作品引起这样的 那时候好像是画岳飞吧 就是岳母在岳飞的背上赐 金钟报国 对 一直赐错字 就把它打擦 然后又要重新赐一个 是是是 还有这个道持一友 就是岳母道持一友 然后就有收到这样的恐吓信件 算是恐吓信件 那他也都鼓励我说 你不要理这些负面的 你就去装作 是您印象中哪一幅作品 引起最大的大家的喜好 就是都是好评不断 然后哪一幅又引起了最大的争议 印象最深刻的是 带着一点A色彩的那个水坝少年 那幅作品是一天收到200份以上的读者投书 尤其是台大男生宿舍 有连明信几报那个时报的形象 内容都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讲一个荷兰的读水坝少年的故事 就是一个少年他在水坝前面玩耍 然后发现这个水坝破了一个洞 那因为这个洞如果不怕即时堵住的话 它会越来越大 一旦决堤的话下流的村庄会被淹没 而那是它生长的村庄 所以他就很勇敢地把那个水坝的洞堵起来 一直等到村民发现它 然后把这个水坝修复 然后表扬这个少年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趣的故事 那我就想说万一破了第二个洞怎么办 那他两只手又都用上了 那在敏感的三角地带又破了第三个洞 那他该怎么办 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是在过马路的时候 想到这个点子 当场就笑得就没有办法 自己先笑 对 没有办法再走路 就爬着过那个马路 就自己先乐过以后 再画给读者看的这个概念 那时候画了这幅画 隔天就一堆读者投书 投书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太棒了 你尽量多画一些这样的内容 太有趣了 所以您当时看到那幅画没有吓一跳 或者有没有犹豫过 我没有生长过去笑好几大笑 所以也没有犹豫过说该不该登 那可不用犹豫 是 是 所以这个是 反而是家贫如潮的一幅作品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用童话当成主题 这是两位讨论过的吗 还是萧老师自己的想法 因为童话是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的娱乐选项 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多 所以我们很多的童年 是借由看着一些童话故事 格林 童话 这些世界民族童话长大的 那既然你从小都觉得 这些故事好像很无趣 那不如由你来 让它变得有趣一些 那林中兄那时候觉得 这个角度也挺好 你去颠覆这些 大家传统印象里面继承的这些故事的结构 然后让它有一个新的发展跟结构 挺有趣 当时也没有人这样做过 所以就勇敢地朝这个目标去做 所以林中哥您还记得 他教出来的第一副作品是什么 我记得 他应该不要记得 第一副好像是草船借借 那个好玩 所以您当时看到的时候 也是这个反应 这个好玩 这个草船借借是 借来了一堆火箭 然后草船也就完蛋了 但每天交易服务化 其实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 因为它就跟我 一个唯一一个警告 就是说你每天要交稿 没有休假 那就是如果没有交稿 叫开天窗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 什么叫开天窗 那这个栏位就是空给你 如果你没有交稿 它就是一片空白 那是很大的一个恐吓 你每天就在筹 那个四点钟 你要把作品完成 然后要送到报社去 就常常在那个计程车上面 就是四点到六点之间 就常常是在计程车上面 在到大理节 从我时报的这个车层上面 还在涂颜色 经常就是赶那个捷导 是 因为那个年代 都还要用轻送 对 没有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所以每天都要送 您自己实际创作起来 觉得丹服的困难度在哪里 丹服的困难度很多 第一个它就是像您说的 它就是说它要在一个画面里面 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且要让要清楚地传递到阅读者 所以前因后果 它必须要有个谱 在有谱之前 你要先布好这个局 所以我当初用童话的故事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 其实有一个巧妙的地方就是说 这故事你也知道 我不用告诉你白雪公主 她碰到了这个七矮人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当我直接画到白雪公主 那七矮人 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整个不一样的时候 它会被震撼到 但是它真的不太容易 它烧脑烧得很厉害 就是你不像一般你 你如果画连载 你画连环故事的话 它会有固定的角色 那剧情的发展 你继续推动它 但是白雪漫画它每天就是重来 对 每天重新 通通瓦掉重练 对对 你就是重新的人物 重新的角色 重新的世界 你每天都要发生一个 很有趣的世界 这个真的 你画一年不难 你画十几二十年就难 对 真的很难 所以您有随身一个本子还是什么吗 随时有灵感记下来 本子很多 我到现在留着这些本子 就是记点子的本子 因为你随时不晓得什么时候点子会来 那你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包含睡觉的时候 它都在我旁边 所以我从来不会关灯睡觉 因为随时梦到什么起来 就先把它记下来 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最简单的文字 这是一个符号 你把它记下来 是 所以童话短路 其实已经是我们那一代人 或者就是整个台湾 很重要的集体记忆了 所以我们知道今年一月的时候 它有改编成舞台剧 这个童话秀斗秀来上演 那我们也特别有做了一些幕后花室的采访 那这出戏的演员有很多话想要跟您说 那我们来看一段我们的访问 你跟你爸爸讲你又干了什么 来 自己讲 你又过了什么吗 我上次打客队出拳 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一次的演出 希望我们以后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一起在舞台上 我们演更多的戏 好不好 祝福你 平安 喜乐 那在这边呢 我们要祝福延中 这个你是坚强的勇者 我们为你而言 我们自己也感到很骄傲 祝你早日康复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然后对于出事的态度 也非常的有正面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 祝福你喔 严重 我知道很不容易 但我知道你非常非常努力 然后我也看到他其实 一样帅帅的 高高的 壮壮的 那希望你继续帅帅的 高高的 壮壮的 严重 我知道 我知道所有的一个抗癌过程很辛苦 不管怎么样 我们约好了 不只是这个戏 接下来 我希望拿你更多的作品 我们继续做一些新的一些尝试 你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撑下去 真是很高兴参加童话秀斗秀的演出 为什么会有这出戏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老朋友肖元忠 因为他身体为样 然后在这边也要祝严重 一切平安顺利 您有什么话想要回应这些朋友 很感恩啊 特别是这群朋友 我们曾经一起在舞台队领域有合作过 那一份友情跟那个温暖一直都在 那其实我们也不同 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不同形式的创作空间里面 也一直在努力着 所以我觉得这样积累出来的友情 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童话短路》 现在改编成舞台剧 透过《童话短路》 您当时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读者吗 我主要想要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 幽默在东方人 其实一直是被禁锢跟压抑的 那我觉得我们的幽默感 又是需要被开发出来 需要被释放出来 是 林中哥您觉得这个肖老师有达到他想传达给读者的这样的幽默感的气 有我已经不记得我笑过多少次了 那林中哥也是很幽默的人 他是冷面笑这样子 是 那您的幽默感从哪来呢 我仔细地研究一下就是 应该是整个成长的过程一直很不得志 就是寓意不得志 就是因为我成长年代是一个唯有读书高的年代 因为我中小不是一个工格好的小朋友跟学生 所以我一直希望 而且我又很害怕寂寞 我一直希望我有很多的朋友 我如何去得到这些朋友 就是那个时候一直在开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潜能 我常常在上课时候一个小指头 想到什么画一件事 然后折起来丢给朋友 旁边就咯咯咯就开始笑 这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莫名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那时候上课都在干这件事情 所以单符漫画那个小指头就是单符漫画 所以他是练过的 我们也看到老师这几年的画风其实有一些转变 是 包括您自创了这个指剑画派 对 然后要结合中国的武术跟铲学 所以一进一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指剑画派的成立其实当初就是 在一个很巧合的基于底下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 因为穿了一件很昂贵的T恤 那上面就有一个很丑的图案 是一个猫头衣 我想说这件T恤还一万多块 他说因为有艺术家的价值 我说这艺术家很烂 就是这个猫头衣画得很丑 那你画一个比它漂亮的试试看看 我马上就弄了一个平板 然后叫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软体一个工具 就叫我画 那我就拿手指头在上面 随便就勾了一个猫头衣 就几秒钟 他家十几个人 真的比你衣服上那个好看 我学说这个工具挺方便的 我来不妨来试试看 然后就开始开了平板 然后买了平板 然后用手指头在上面勾 我发现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沾水笔 他永远办不到的 就是无限量公墨 我对美学要求是很严格 一条线条 我觉得不能一笔画完 它就是一个死掉的线条 它不是一个活的线条 即便你有去衔接它 你因为经过印刷 其实读者是看不出来 但我看得出来 因为那条线是我画的 我会不喜欢那个线条 那个线条是死掉的线条 可是沾水笔 它能够公墨的能耐就是 极限就在这里 它在笔覆上能沾多少墨 它就提供你画多长的线 再远不可能 重新再沾墨再来过 那很多需要一气合成的线条 沾水笔是办不到 但是在平板上面来讲 它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它末量就一次提供到 满足你的这个创意为止 所以很多是一条线完成 或者说 它就是在那几秒钟 电光火石之间 你有一个想法 不用打操稿 就这样完成 那是另外一种 创作的一种概念 跟心情跟体验 那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可以 画出一个新的风格来 所以就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它 然后就画出了几个系列的作品 那跟以前的差异非常的巨大 是 所以这是五行插流流成音 林忠哥有后来有再继续follow 这个肖林忠老师画风的转变吗 比较少 我最后一次见面 可能就是他的 某一次指剑作品的发表会上 他又 林忠兄又看到那个头 因为那时我画动物 画到末端的时候 就是我想要画气场这件事的时候 我画了一个 我勾了一个太极的图案 那林忠兄说 这个有趣 这个有趣 他又推了我一把 他不晓得 因为他又在重要时间 又推了我一把 我说这是我最新的作品 我很喜欢跟他分享我的想法 他也都很准确 他说这个有趣 他想说有趣 那我们的意见 如果一致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往这个藏物的方向 去做了一个系列 老师今天有要为我们画字画像 对 我们现场先看老师 现在画吗 对啊可不可以 我们现在画一下字画像 画漫画需要两种特质 一种就是我觉得童心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童心不够用的时候 就需要一点恶作剧 那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但是我觉得这两种特质 要同时并纯 老师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画像是一半天使 你把这一半遮掉 这一半就是天使的部分 这一半就是魔鬼的部分 所以您觉得您的性格中 对 我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 但是针对的对象 是自己的作品 林忠哥认同吗 我觉得我可以跟他拜师了 我也具备那两个特质 肖炎中多才多艺 兴趣广泛 他跨足多元领域 被称为最不务正业的漫画家 然而创作本来就不必画地自信 肖炎中演过舞台剧 创办过墨剧团 主持过电视旅游节目 更和知名歌手陈生是幻铁兄弟 几乎每年都一起进行跨年演出 接下来就带您来了解 肖炎中精彩的跨界人生 有一些故事我努力想也长 却又不断地浮现 像我们这样的旅人啊 真的随不起美丽的窗 陈生与肖炎中的合唱 杨腾佑的吉他主奏 铺成一首对自我争执告诫的歌曲 不只大家熟悉的漫画大师肖炎中 他也是可以跨足歌唱界的 对一个做音乐的我来讲 我没有觉得他在做音乐 你知道工匠跟工艺的差别 就是说讲到音乐 我们如果把它讲得很技术层面 他就是很工匠 可是在工艺这个艺术的方面 我觉得他一直在呼吸 其实他可能搞不好 比更多音乐人更了解音乐 原因是这样 很多人在工匠方面非常好 比如说我是一个吉他的手 我吉他弹得非常好 可是我没有那个生活的喜怒哀悦 放在我的技术里面 而肖炎中是一个会把生活的喜怒哀乐 放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中间 这个比很多人的创作都重要得多 而早期的肖炎中 主持过旅游节目《超级旅行家》 是综艺节目的常客 也曾参与以古剧场大师 李国修的屏风表演般的创团历程 他对舞台剧的演出毫不陌生 也让他与当时一群演员 游安顺 李天柱等等 培养出了深厚的友谊 我也希望说借由这次的舞台剧 不是要看见焦炎中 我反而觉得说 我们可以看见台湾最珍贵的一块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优秀的创作者 在利用他们的生命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创造一些属于台湾的一些艺术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让他 能够一直一直一直被注意被关注 我觉得这才是这次做舞台剧 跟肖炎中合作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不断跨界的肖炎中 展现出的每个面向 都来自他丰富的生活经验 与创意想法 也为这个世界 注入更多远的美好 华尔新闻及英雄汪秀 专题报道 老师您被称为最不务正业的漫画家 您自己怎么看 我比较不在意人家怎么看这件事 但是你说不务正业吗 因为1985年 我在同一年认识了国修 我们弄了一个毛豆表演班 也就是现在屏风表演班的前身 也是在1985年 所以我同时接触了漫画跟舞台剧 为什么您对戏剧也会有兴趣 我跟国修认识 刚好是在同时受访 那时候有一本刊物叫大人物 好像讲的是校园的内容比较多 那国修受访的内容是 他那时候做的短剧 那时候在录制小浅剧场 我很喜欢看他的短剧 我觉得他太有趣了 他刚好有看舞的童话短路 所以就说 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 幽默这件事 看看有什么事情 可以大家一起来 我们用玩这个字 我们可以一起玩 第一个觉得说 你也太不讲究 像舞辈分地位了吧 因为那时候他就是 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 跟导演 他也是 但是我就觉得我贵人运还蛮旺的 就是说 他也就直接就把我当成一个朋友 这样说我们可以一起玩 就没有什么辈分上的差异 他年纪还长我一些 后来就租了一个舞蹈教室 然后就找了大概十个人 我们就在里面受这个戏剧的训练 即兴创作训练 那种开发肢体 然后研究表演 那一年以后 把它证明为屏风表演班 在舞台剧来讲 你画漫画是服务成员 你在画漫画这一端来讲 你做舞台剧是服务成员 但是你追根究底 如果是从最早元起的话 因为画漫画还是早过舞台剧 早几个月 所以就是 我对自己的定位 还是在一个漫画家 所以漫画界大家会说 你是一个太服务成员 但对我来说 只要是创作剧不同的形式 我觉得它都是有养分 您除了戏剧 其实后来还甚至也有唱歌 然后有主持节目 这个跟陈生一起唱歌 那又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都是 其实严格讲起来都是 武打武装 因为跟阿森认识也很早 我记得那时候是 我出第二本书 《童话短录》第二集 《旧情明明》第一集 我出第二本书 那一次出两本 那阿森他是出他第一张专辑 我很喜欢他的歌 我第一次听到 那个《永吉》的乐永 我觉得这个歌手太特别了 太有想法了 那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 我们都在庆功宴上头 在我学长开的一个店 在和平东路 一个老旧的围楼 我们刚好都在那边 在斜对角的桌面上面 那一边是滚石的人 一边是石暴的人 后来我就拿着我的书 很大胆地就过去说 你是陈先生 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所以我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 送你我的作品 我刚出书 我就把我作品送给他 那隔一会他也拿他的CD送给我 后来我们就决定 把石暴跟滚石的人都丢下 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喝酒 那天一直喝到三斤斑 也喝到他家里去 我认识以后就是朋友 我们去北京录音 我自己是跟着去玩 因为他找灵感 我找灵感 各不影响对方 但可以共享一些共有的乐趣 看着他创作 我也觉得是可以吸收养分 就一起去 就被叫到录音师就唱了 所以您也很勇敢 就是他邀请您就唱 那个时候因为非常年轻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没有什么是输不起的 最多唱不好 最多不用 最多去交一个朋友被拒绝 你没什么损失 所以没有什么好不勇敢 其实对国修也是 对陈森也是 像做节目也是 那个都很好笑 因为当初我在看旅游节目的时候 我说怎么会有 这么好的一个工作 可以到处去玩 还可以赚钱 可是太有趣了 哪一天轮到我身上的话 那该有多好 就果不其然有一天 一个学妹 她刚好是制作人 她就说 学长 我们现在找不到主持人 你会便宜来做我们的节目 她说什么节目 她说旅游节目 她说旅游节目 我说太好了太好 我主持费都没有谈 我就答应了 然后也不晓得主持费是多少钱 就出外景了 就很多事情 其实它都可以很简单的被对待 那我的态度一直是这样子 您做了这么多的跨界 但是您定位自己 还是以漫画家来自我定位 对 因为漫画它 还是一个相对你个人 能够完成的事情 当所有的人 就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漫画是你唯一一个 还能够继续持续的创作 肖炎中在西元2000年左右 曾经到中国发展过 回头看看台湾 过去20多年来 台湾的漫画环境 也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不但创作者有更多表现的机会 政府也积极推动 以漫画为核心的跨领域发展 肖炎中期盼 台湾未来能培育出 更多年轻的创作人才 而且要更积极朝国际市场迈进 他对自己热爱的漫画产业 还有哪些梦想 一起来听肖炎中的分享 提起笔来随意挥毫 一幅俏皮的字画像月染纸上 肖炎中不管何时何地 总是能轻松 绘出一幅幅令人惊叹的作品 漫画家肖炎中1965年 出生在南投中兴新村 是个巨蟹座O型的乐观男孩 从小不爱读书 却爱四处涂鸦 给父母亲带来不少烦恼 索性升学的时候 肖炎中发挥所长 顺利进入鼎鼎大名的复兴美工 毕业后肖炎中努力朝漫画界发展 和同样毕业资不兴美工的漫画家友人 敖宥祥 郑问 阿推等等 成为默逆之交 这群友人中年纪最大的敖宥祥 自然成为大师兄 谈起小师弟肖炎中 敖宥祥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给人一次一种气和力很强 跟他在一起有快乐 不管是一起创作 一起喝酒 都是嘻哈的 戏源2000年前后 肖炎中把创作的触角伸往对岸 不过也和大师兄敖宥祥一样 最后还是把事业重心移回台湾 他们经济起飞之后 逐渐有了大量的人才 他们也开始 他们政府也开始 非常注重动漫游产业 大概就十年期间 整个就超越了台湾 创作者也有更多展现自己的平台 最重要的是 政府开始扶植漫画产业 肖炎中这位大家口中的小师弟 因为积极热心 人员好 俨然成为台湾漫画界的意见领袖 这差不多这十年 肖炎中的角色 比较像是漫画界的发言 有什么评判奖 颁奖 常常都是他来负责评审 张罗这些事情 然后动漫基地或是国家漫画博物馆 这些比较是跟漫画相关也有 通常他大概会扮演 像这样的角色 肖炎中正面积极的人生观 也让他能勇敢对抗癌症病魔 当他知道他生病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接下来每一天 我要一天当三天用 当医生跟你讲说 你顶多我用尽所有办法 顶多只有两年的时候 他并没有被打扮 他还继续继续的 我跟你拼你 就是这种拼了的态度 让肖炎中即使在病榻上 也没有放弃创作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要用漫画装点城市 让城市有爱有幽默 《华视新闻》王浩 蔡长刚 专题报导 您怎么看台湾的漫画产业 台湾是不是有发展成漫画产业 这样的优势呢 发展产业它很困难 是我们的内需 内需市场太小 你要达到国际上的话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支持跟培养 台湾以前是不存在这种支持跟培养 《时报》1985年做的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是因为那时候市面上95%以上是日本的盗版漫画 那时候《时报》发愿发行 它要提供场地 要找到一些可以画的画手 新的漫画家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创作 它愿意提供这个原地 提供这个版面 那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 那一段时间持续了十几年 我就是台湾漫画最兴盛的十多年 一直到八九零年 那时候出版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书很好卖 有时候两万本一个礼拜就卖完了 也是幸运搭上这艘船 但是慢慢慢慢地这样的一个环境 开始被消磨掉 就是说你的内需市场不够 我们很多的环节 都是迁徙在一个商业的回应底下 就是说当你的书卖不到两万本的时候 你只能卖个两千本的时候 那出版业就开始往下走 那这个原地就开始萎缩 但很难发展的时候 它更需要有些人 用原创的力量坚持下来 因为你唯有坚持 唯有持续不断地去创作 才能成就几个成功的案例 在台湾我长期的观察就是 大家还是对漫画的印象太浮面了 就是说它就是孩子看的 它就是漫画 好像在一些人心里它踊跃 我们没敢说出来 大家登不了大雅之塔 我要告诉你们 漫画是可以被当纯艺术来看待的 比如说政府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它愿不愿意支持这些 就插背后再一把的力量 把你推上去 让它形成一个成功的案例 然后来吸引更多人投入这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才有足够的养分 可能存活 才看得到希望 我们看到国际这样的趋势 从纸本漫画再改编成电视电影 像是在美国这个漫威的英雄改编成电影 非常的受欢迎一系列 那包括最近日本非常红的鬼滅之刃 也在全球引起非常好的票房 其实现在台湾的文化部文策院 好像也都往这个方向在推动 那您觉得漫画来改编 然后发展出一个产业 它的优势是什么 你刚刚讲到的漫威 其实它都是从漫画开始发展的 就是蜘蛛人 蝙蝠家 超人 这些人都是在那个年代底下 漫画家的一个奇想诞生出来 然后我们就是很单纯的 一直把这样的故事说饱满 说精彩 那也没有想到日后会演变到 影视方面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 我们纯粹就是一个本心把故事说好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 这样的角色是不是具备一个 把故事说好的条件具不具备 那都是漫画家在决定的 所以漫画家我觉得是一个前端 是一个源头 那文化部 我必须说 文化部是我这30年 创作期间30多年 第一次看到政府出力 在鼓励漫画这件事情 就是这些年的文化部 非常的让我感动 就是以前我们在做这些 其实被打压很多 以前有一堆的什么 莫名其妙的审查制度 都是在扼杀这些创作人的创意 然后就是制造你出版的困难 只有扯后腿的 就是没有给你鼓励 没有 所以我们对政府非常害怕 你不要来找我麻烦 你不帮助我们没有关系 不要来找我麻烦 之前十九十年一直都是这样子 这样的印象在成长 那一直到文化部 最近这些年 我很感动就是 他们开始看到了漫画的珍贵 漫画的珍贵的一面 然后开始鼓励漫画支持漫画 而且做了很多相对是笔记以前是正确的事情 他们比如说文车院也是 他们开始觉得漫画是一个值得被投资的项目 我们可以培养很多这方面的人才 然后跨领域来做结合 我们内需是薄落的 我们要争取国际的市场 所以你要有时间让这些殃苗长大 不能让它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消失不见了 那即便前几年的过程会比较挫折坷一点 但是我相信坚持下去 台湾有很多很棒的人才 老师您这一路走来您创作的核心是什么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你要让自己快乐 否则你去做一件让自己都不快乐的事情 你如何去感动别人让别人快乐 那这个核心问题先站稳了 然后你的使命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在我还能够创作的时候 尽量地能够留下一些好的作品 所有好的作品 我再三地说要经得起时间的洗练 跟反复地印证 还有现在我一直很努力地在推画展这件事 就是说一个画面 一个作品 它直接地在诉求在美术馆里面 我诉求观赏者 就是说我能不能感动到你 震撼到你 温暖到你 让你喜欢这幅作品 觉得这幅作品的美 让你是被打动的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漫画一样是可以做到的 它跟别的艺术作品是没有差异的 我想做的一件很大的事情 除了就是要把台湾的漫画的地位做一个提升 也不能拉到艺术的层次之外 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是 用漫画来打造一个城市 就是其实很多的漫画作品 它的能量是主刊 为一个城市增设 而且树立很多独特的感受 那我的很多作品 我觉得它都可以去装点一个城市 甚至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做成艺术装置 不管是路灯也好 是一个街边的艺术装置 是一个看板 我觉得它都可以去打点 装点一个城市的精彩 一个城市 它其实也要有识别度的 你不光好山好水 你还有爱 你还有幽默 老师您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电视机前面 对漫画有兴趣的年轻人 给他们一些鼓励 内容 就是 你想要把你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 请你先感动自己 再把作品分享出去 你要去告诉大家的是内容 感动大家的是内容 那技巧只是内容所需要的 一个环节 一个部分 它不是全部 不是最重要的 等于我看太多人 把太多的力气花在技巧上面 而没有去展现它真正的 该精彩的内容上面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有人想要投身 投入这样的一个创作领域 请记住 把内容完整地表现出来 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心里面都有数 自己的专长在哪里 我觉得就少说多做 访谈过程中 我们只想要探究 萧妍中 为什么总是能创作出 既幽默又温暖的作品 她告诉我们 就是要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积极乐观热情 加上对漫画的梦想 支撑她熬过辛苦的癌症治疗过程 谢谢萧妍中老师 来到华氏会客室 祝福她早日康复 也期待萧妍中继续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精彩幽默的创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兆辉 大家平安 台湾加油 华氏会客室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